哈囉,我是Jill老師 我們來看幅度量、靜跟度之間的一個轉換 就是進度量radius跟degree之間的轉換 那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不要慌張 我們只要記得基本的定義就可以了 所謂基本的定義就是整個圓 我們整個圓心的進度量 radius就是以2拍當作整個圓的角度 所以2拍就會等於整個圓 所以在degree裡面度 恒量單位裡面呢 它叫做360度 所以我們就輕而易舉的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拍就是180度 那麼我們要如何去換成度呢 由進去換度 我們就把這邊去存上 這邊1去存拍 會等於180度 所以拍就會等於 這之前我們有推倒過 我們就再來一次 就會變成1 每一個鏡就得拍分之180 我們可以括號的度 我們利用這個一個鏡呢 就是這麼多的度 一個鏡 這是一個鏡 一個radius 就是這麼多的degrees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邊開始去記上 3分之拍會是多少度 因為這邊是3分之拍鏡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3分之拍 我們就把3分之拍去乘上 拍分之180 這邊有個度字 那拍跟拍就約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3分之拍就是所謂的60度 這個其實同學們在之後 往後熟悉了以後 看到3分之拍 很自然就知道它就是 正三角形的一個角度 也就是60度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看的是四個鏡 那四個鏡的話沒關係 我們就是直接乘上拍分之180度 那當然如果沒有辦法觸摸 我們也沒關係 就是拍分之 四八三十二 七百二十度 寫這個方式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是以 度去換那一鏡 就是radius 去換成degrees的一個方式 我們就利用這個公式 一個鏡就是拍分之180 然後我們就換一個度 希望這個對同學們有幫助 這樣